第三人在外面要講什麼話 這不是總統院長能夠去控制 也不必去查 就是這一句不必去查 讓外界質疑 蘇貞昌公然對檢調下指導期 儘管蘇奎事後解釋 所謂的不查指的是檢調查 不是府院去查 但還是被在野黨質疑 硬拗 蘇貞昌再度澄清 或許也怕被貼上違憲標籤 但學者馮建三就投書平面媒體 指立委質詢淨電視執照取得過程 蘇院長說不必查 這是變種的前聚後功 並不妥當 另外 府院對於NCC 是否已有不專業 並且不利民主干擾 必須嚴正以待 喊話NCC應該革新新聞頻道 驅除府院干預 而說到獨立機關 藍營立委也喊話監察院 快點查 公務人員涉嫌賭職的部分 監察院難道不用動起來嗎 監察院為什麼現在還是靜悄悄的 到底是不是看顏色 或是看官位 看人選擇性辦案 府院堅稱沒施壓 但口說難事宜 又不提告自欽 讓人物理看花 TVB的新聞 吳奎院串柔 台報道 A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